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请看 类继承 咱们上一期学习了class类的定义嘛 对不对 今天咱们再深入一步学一下类继承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ES6面向对象编程之类继承篇 该如何继承呢 咱们看实例 首先说我定一个标准的负类卡 没有问题吧 里面有个构造器传进来一个参数大请看 品牌 咱们认为每个汽车都要有个品牌嘛 对不对 OK 接下来还定一个函数 干什么 输出这台汽车的品牌 没问题吧 咱们认为所有的汽车呢 都应该具备品牌属性 还有一个售的方法 这是咱们负类啊 咱们再看子类 子类是什么 大注意看 我定一个叫做这个雷克萨斯的子类 这可以吧 OK 然后呢 我继承一下卡类 Excellent 这个非常像渣瓦嘛 对不对 渣瓦脚本嘛 跟渣瓦应该是差不多 好 咱们继承卡类 接下来 大家注意看 我呢 这个构造器是雷克萨斯的构造器 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Blond品牌 没问题吧 一个是LongUp 分类 是哪种雷克萨斯汽车啊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看啊 构造器的第一行 叫做SuperBlond 什么意思 我是调用负类的 Super是负类啊 是调用负类里面的构造器 然后呢 传进来Blond 也就是说调用负类的这个地方 稍等 调用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这样会初始化 Blond的属性 接下来 再调用一个 ThisLongUp 然后传进来参数 等于参数的LongUp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雷克萨斯 自己的这个汽车的分类 属性 叫做LongUp 它不叫Category 应该是叫LongUp 在汽车界 好 接下来雷克萨斯 还有一个方法 Get Price 取得价格 多少钱啊 根据LongUp的不同 它取得的返回 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嘛 比如说雷克萨斯中 比较大型的 这个SUV RX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车 卖多少钱 60万 咱在国内 国内韩顺应该是差不多 卖到60多万 然后NX 比这个RX 稍微小一个档次 卖多少钱 40万 没问题吧 如果说 如果说您的这LongUp 既不是RX 也不是NS 那怎么着 Poly-1 没问题吧 其实这个雷克萨斯车 有很多 RS什么都有嘛 对不对 但是咱就不支持Poly-1 好 这就是雷克萨斯车的定义 接下来咱们看怎么使用 这么用 看啊 Light Car My Car 没问题吧 New Lexus 也没问题 第一个参数 是咱们这个车的品牌 叫做Lexus 没问题吧 第二个呢 是它的LongUp 分类 叫做RX 没问题 然后呢 咱们My Car 瘦一下 它会怎么打 它会打印出 负类 它不是 它不是 不应该说打印出 应该说是 这个调用负类的方法 瘦 打印出本车的品牌 没问题吧 RX嘛 对不对 接下来 我再打印一下 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 调用Gate Price 这个是雷克萨斯 类自己的方法 然后多少多少万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呢 这个例子中 既调用了负方法 又调用了自己的 本身的方法 这是咱给您的一个例子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 test了点 js 然后把我的代码 拷回过来 试一下 拷到这个地方 视频尽量 咱们控制在5到10分钟 真的不想太超 好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的代码量 还是不少 马上运行 OK 我现在敲 Node 空格 test 灰车 大家请看 本台车的品牌是雷克萨斯 没问题吧 价格是60万 完全符合咱们的预期 售呢 这个售 为什么它不能售 这个Lang Up 因为Lang Up 是子类的属性 负类读不到 负类能看到的 只是个Blond 对不对 但是在子类里面 因为看到了Lang Up 所以它知道 是RX还是NS 然后返回 它的价格 没问题吧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我不是RX 把它改成NS 行不行 没问题吗 咱们再来 Go 对吧 还是Lexus 没问题 但是价格变成了40万 不是NS RS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喜欢这种小跑车 再试试 我跑例外了 对不对 大家看这 跑的例外内容是 未知车类别 对吧 就这个地方 未知车类别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ES6类继承的部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有Java基础朋友 一看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很简单 Java脚本 远远简单于Java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酷的故音观探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